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在国庆谈话时抛出朝野对话的议题,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今表示,团结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朝野合作对话也必须建立在执政党尊重民主程序,以及执政党对在野党释出善意与诚信的基础上。 对于蔡总统今日提出朝野领袖坐下来谈的说法,李明贤指出有三点请蔡总统必须先说清楚。 第一,为了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国民党认为朝野确实可以好好坐下来谈,但绝不可以只沦为样板与形式。 第二,朝野坐下来谈的前提必须是执政党先对在野党释出善意与诚意,朝野对话才能有共识。 第三,回顾过去一年来,执政党利用国会多数暴力,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一例一休,前瞻基础建设条例与预算,还有党产条例,都是以建踏民意的方式破坏民主法治。 李明贤直疑,民进党建踏民主,对在野党毫无任何的善意与诚意可言。 至于蔡总统说要团结国家,李明贤认为早就沦为口号一句,从总统大选前就讲到现在,民进党执政开始推动一连串去中华民国化,外界也不免质疑她要团结那一个国家。 李明贤认为蔡总统应要把如何落实实践团结中华民国的做法方式认真做出来,难不成所谓的团结国家,就是把在野党以及她的支持者统统排除在外若民进党池。 续践踏民主,漠视国会少数党的声音,又怎能让在野党相信执政党会有善意与诚意,而不只是喊口号而已。 对于蔡总统演说提到三个面向来实践更好台湾,改善两岸关系,改善经济等,李明贤表示,这些都是老调重谈。 到底蔡总统要如何化解两岸僵局,捍卫台湾民主,发展经济,不要只是提出文青市的口号,而且拿出具体的执政成绩说服国人。